見面大家的意見是幹嘛? 故鄉撥杯啊? 撥杯啊? 誰叫撥杯啊? 這家店最近從哪裡去? 牠老闆幹嘛幹嘛幹嘛? 在談這個事情 這什麼意思呢? 這件事其實對老男人來講 他是生活中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他就跟人在談戀愛一樣 只不過呢,各位在談戀愛 可能跟你男朋友,女朋友在談戀愛 但就像我們在談戀愛,在談戀愛 跟我們的食物,跟我們在地的這些東西呢 互相去談戀愛 所以我們因為這樣 跟這個城市之間 產生了一個非常密切的 這種生命的聯繫感 因為這個城市對我們來講 就是一個戀愛的 有非常親密的情感在裡面 各位有機會看看在談戀愛市場 只要到清明節就開始有什麼? 有人在搞論兵 這個論兵呢 他這個手工在做的時候 其實變成一個城市裡面 相當重要的一個韻律的感覺 再來 好了 最後放一個這樣的東西 這一盤加起來兩百多塊 這盤在哪裡可以吃到知道嗎? 再來 撒嘎里巴 撒嘎里巴知道嗎? 撒嘎里巴裡面 撒嘎里巴裡面 阿財 黑白切 我跟各位講 這個菜頭 主要撒嘻的時候 不要東天去吃 東天不撒嘻 東天撒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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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夏天吃 東天撒嘻 東天的時候呢 你是在那邊吃菜頭 甜啊 那個甜呢 基本上是植物本身的甜 食物本身的甜 旁邊呢 我去我一定切什麼? 蝦卷 這家的蝦卷跟剛剛我放出來給大家看的蝦卷不一樣 這家的蝦卷是豆腐皮做的 剛剛放出來給大家看的 福州式的蝦卷 那是麵包王沙 人家說瑪西 瑪西做的 這家不一樣 這家是什麼? 這家是蝦卷式豆腐皮做的 豆腐皮蝦是炸 炸 一條大概十二塊而已 OK 現在比較多一點 十二塊 然後呢 蝦卷上面那個是什麼 知道嗎? 那種食物是什麼知道嗎? 那個我在其他地方我很少看到 那個叫金丸 聽過沒有? 金丸 我們說蝦丸 螃蟹的蝦 丸就是什麼? 魚丸一丸 叫金丸 OK 金丸 那個都很好吃 其他地方我很想看到 那很像三色丹 看起來像三色丹 但是不是三色丹 口感也完全不一樣 它是用螃蟹的肉做 螃蟹的滑 就是要去做 過去是這樣的 但是現在呢 因為它成本不符 所以它現在很多老闆跟我講說 他們現在改用蝦子來做 我蝦子做的也比 有蠻它蠻有味道 所以我說 其實啊 我們可以看到 台南市 總是與它竟然在時空裡面 說不上來的這種 美的味道 讓大家 怎麼樣? 有一種獨特的美感在裡面 所以我們說台南市呢 其實簡單來說 這是一個靠著 味覺 在挑動你跟這個城市戀愛 你這樣的城市 所以你來到台南市 其實最好把小吃好好修學 好好修學 夏老師如果儘管畫廠圖 讓朋友互相做什麼 去追尋這些可能的食物 再把這個東西互相抱上 那我要講的是什麼呢? 其實在台南市 常常有朋友跟我問我說 到台南要到哪裡吃? 要到哪裡吃? 你要到哪裡吃? 我跟各位講 每個不同的台南人 都有他心中的一道自己的私房菜品 各位懂嗎? 也就是說 其實我們都同樣才來 有的攤子是公認 可是其實更多是 很多是我們的 從小自己生長經驗裡面 都激墊下來覺得 哇這攤好吃 這攤好吃 所以每個人抱出來不會玩人一樣 不會不會也玩人一樣 有趣就在這 有趣就在每個人都有一攤 自己的這樣一個食物的地圖 在這裡面產生一個很棒的作用 那這家看過嗎? 這家小公園 連羊桃湯都這麼精緻 裡面有各種蜜件 當然各位同學知道 你們到安眠去 可以在那邊買到蜜件 安眠的蜜件你們應該知道 可是你看 把蜜件變成冰 放在這樣的桶子裡面 他在哪裡買得到? 吃得到? 就在小公園 小公園在哪裡知道嗎? 小公園就是今天的民族路 跟西門路的交他 那一塊地方 就叫小公園 小公園上面一個小攤子 現在還在 他裡面我推薦各位去吃什麼呢? 去吃蜜羊桃 知道嗎? 吃個冰吃蜜羊桃 拍個碗 我今天沒有拍碗出來 那個碗很可愛 那個碗很可愛 裡面放了幾片羊桃 然後加了蜜羊桃湯 然後他一個叉子給你這樣 插這樣 插上來吃 你要把它加點小冰 就可以吃到這種感覺 它是一個甜蜜的 充滿甜蜜的感覺 就這樣 好 那我們說 台南既然是一個 有甜蜜的城市 那為什麼 它會是這樣子的呢? 它其實跟它的歷史有關 那有關這段 我就講短一點 講短一點 但是大家也看看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台南市 在過去 曾經是台灣最複數 最中心 最重要的城市 它的地位 就等於今天的台北市 對台灣來講 就是最重要的城市 是一樣 在台南過去 在台灣過去 台南就是府城 就是最重要的城市 這樣嗎? 我跟各位講 像台灣 當然更早的時候 是蘋果族 有一段時間是荷蘭人來了 對不對? 荷蘭人來了 它的最重要的基地 就在台南市 所以你看 台南市 過去有一段時間 叫紅毛城 就是紅毛人 住的地方的城 OK 從這個荷蘭人來了 就把很多的甘蔗 從其他地方 蘇進來 蘇進來 引進甘蔗 在台灣 在台南來種植 所以你可以看到 台灣 台南市周遭 其實有很多的塘場 在過去 再來 你看 這張清代的時候 明正的時候 其實這座 甘蔗 也是當時候 一個非常重要 我們知道 鄭成功基本上 就是海盜 是一個武裝海盜 但是那時候 鄭成功的船 其實到東南亞 到日本 跑來跑去的 都在運什麼? 運鹿皮、運糖 去跟人家交易 所以台南市其實 在這個過程裡面 它其實有非常多 跟糖有關的故事 再來 所以你看 這是清康西南間 那時候 牛就這樣子 跑來跑去的 然後把這田 把甘蔗 載到裡面 去壓榨 去榨糖 OK 所以我把這張圖 各位看到 在過去 你要知道 台南市 就是糖出口 最重要的港口 台灣產糖 產米 更早的時候 還產物品 這些東西從來出口 就從台南市 今天的台灣 那個我畫 最紅色的地方 到安平 然後經過路 我們出去 上面那塊 三角形的 就是我們剛剛看到的 台江內涵 再來 所以看 在清代的時候 就是糖埗 怎麼叫糖埗呢? 糖埗就是藤堅 不是藤堅 就是藤堂的地方 以前在清代的時候 是在這種地方 一個一個把糖壓出來 把這糖 把乾燥運到這裡 把它炸出來 再來 這是糖埗裡面的 關於一個綜合的狀況 在一個運作的狀況 好了 換這麼多點給同學看 其實告訴大家 其實為什麼 台南市是田的地方 因為這個地方產糖 糖對台灣來講 是最重要的食物 最重要的一個產品 台南市是首都 他當然在這個地方 有機會 變成是一個吃田的地方 所以你看 吃糖在過去代表什麼? 代表我是有錢 我才能吃糖 所以只要你出了台南市之外 你其他地方 是很少能夠吃到糖 所以各位了解 這件事對台南市的意義了嗎? 了解這件事對台南市的意義嗎? 是俯成人才吃得到糖 是俯成人才有機會 比較多的機會吃到糖 你只要出了俯成 出了台南市之外 其他地方吃糖不太容易 不太容易 再來 所以各位 就變成糖了 對吧? 這樣在城市裡面 也就是糖經 過去 再來 那當然到了日據時代 日本時代 就變成像台糖小火車 把他一人進去 所以各位各位 你有看到 在永康新智這代 過去也有糖糖 對吧? 有糖糖 應該就在這裡 再過去一點點 再過去一點 有機會同學一起看看 像這些糖糖 其實它代表了過去 台南市是一個產唐類的城市 再來 好 那這件事在清代的時候 是最重要的 所以各位可能看到 那時候 在清道光年間 在清中葉年間 有一句話叫 一虎裡六三萬港 聽過沒有 一虎二路三蒙獎 虎指的就是台南市 鹿指的就是鹿港 蒙獎 當然是今天的台北那一塊 但是其實裡面最重要還是台南 再來 好 所以你看到 那個年代裡面 基本上 台南市 周遭都是米糖 魚橋生產 但是把所有的糖 送到城市裡面 來 讓 所有城市來吃 再來 這個地方 周遭大概是一個田園生產 像這個 在安蘭區這一代 我在圖上畫了安蘭區這一代 基本上是那個年代 一個深海基地 阿蘭 所以各位同學看到 那個年代 這張圖是台南市 最重要的 經濟最發達的 在那個年代以後 最重要發達的是 所謂的西區 也就是現在的 大概水星空那一代 我畫了一個大網圈 黃色那一塊 基本上就是靠海 可是除此之外 各位可以看到 台南市最重要的是 紅色的大道 那條路一直通到 觀標 一直通過觀標 東邊這一代 是當時很多的山產 輸進來的地方 旁邊 左邊這一塊 是海 把運輸運進來 運到那裡 運到中間的這塊台南市 台南市基本上 在那個年代裡面 是擺貨 雲集 也就是說其實 各種民生商品 各種擺貨 都要集中到這裡的地方 所以同學 你今天如果有機會 到明泉路 或是所謂的 五廟前面 你都還可以看到很多刺繡店 有沒有 為什麼那個地方是刺繡店 因為我們各位講 那個地方 在過去是擺貨最繁富 最富足的一個地方 那個地方 各種商品 在過去都集中在那裡 那各位 各位 這張圖講的是什麼呢 我們知道 裡面今天 在四卡龍旁邊 你看不到海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到道方三年 有一場大水災之後 怎麼樣 台江就被殺死淹掉 淹掉之後 後來就剩下什麼呢 剩下 從外面 從安平那一帶 剩下用運河進到台南市 所以 台南市那時候 主要有五條運河 一直通到這裡面 那個時候的交商 我們說的一個商人 還是把船一直開開到哪裡 開到台南市 所以台南市 這一運河叫什麼 叫槓 所以你們有沒有聽過啊 管裂槓 有沒有聽過 有沒有聽過 管裂槓 佛刀槓 有沒有聽過 台南市都在講槓 上面槓 上面槓 有沒有 那個 管裂槓 我覺得你們要看 管裂槓在哪裡 管裂槓基本上就在 大天后宮 大天后宮知道吧 大天后宮旁邊 你家出來一點點 那個地方叫做管裂槓 你問在地 他跟你講 我問一下管裂槓 裡面呢 他前面有一個禮禁廟 為什麼在槓呢 因為那個什麼年代呢 就是五條港 直接從外海 這樣子升到台南市 變成是台南市最重要的河流 最重要的河流 所以呢 有一段時間呢 其實走到台南市的西區 你就可以看到五條港裡面的水 這樣流著 好 所以那時候有十字大這樣 我想再問我們 是不細 所以你看喔 清代人在畫他的 台南市的地圖的時候 你看 他畫的是竹子包圍的台南市 但是裡面主要是一個十字大街 是個十字大街 我們講的 這條十字大街 最中間這條就是明泉路 但是除此之外 你看有一些水就這樣跑進去 那條就是德慶溪 就是正成功打進來的那條溪 左邊那條 OK當然 好 我們說這段時間裡面 有很多的商業百貨 在哪 OK 所以呢 同學 如果早些年 你看到最有名的一條街 一條路 叫海岸路 就是海岸路還被拆之前 我們就拍了一個照片 你可以在裡面看到各種不同的百貨 在裡面能夠出現 這樣 你可以看到在台南市的大街小站裡面 有很多這樣的傳統的商店 再來 再來 那就是 各位 這張是很棒 這張是什麼 是指海岸路上 每天下午 黃昏的時候 在賣海產的一個黃昏市集 可惜這個市集 後來被拆掉 結果海岸路透漢之後 就把它破壞掉 不然我剛剛不是跟同學講 那時候我們大概傍晚的時候 實際上夕陽快下降的時候 就從市場樓一直衝到安平去 經過了就是這個地方 看到什麼 來到這個地方 看到非常多的海鮮 鮮蝦 各種不同的水族 直接從哪裡 從港口運到這裡 直接在那邊販賣 那時候感覺是非常有生氣 非常有氣派的感覺 再來 所以你看 那年代 整個在路上 在旁邊 還是有這樣的味道 海鮮就在你旁邊 就是這樣賣 當然 你現在到 如果有機會再到水仙宮市場去 還是可以看到一些相關的海鮮 在那邊 只不過 沒有過去那麼有 那種感覺 有一個熱鬧的油氣正在 那是賣香的 有的 那這是水仙宮市場裡面 有一個熱鬧的 有一點 你應該有一點 或是